大家好,欢迎来到伯财 7月31号,港股参与股里面就爆了 0662海底Low,竞升12% 最高的时候来到22.5毛半,升幅接近16% 还有00520都升了差不多有7.3% 这里面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餐饮股价都有6-7%之上的收益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? 是因为内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法改委 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 尤其是什么呢?扩大餐饮行业 可以说是通过对餐饮行业的支持来恢复和扩大消费 为国家的经济复苏做一份公演 这里面相关的餐饮股可以看到受到市场的追捧 好,升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海底Low,0662 升幅最高是有14-15% 一直以来的高位 专家表示,餐饮行业随着扩大消费政策的推动 旅游市场的复苏 相关的餐饮股将会不断地回暖 这里面收益可能会不断地创出新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相关的海底Low,9999,凯伦斯 他们的业绩报告都发出了减起 以海底Low为例子,中期利润有22亿港币 相信下半年都会持续复苏 所以这两面餐饮股的一个拉升 后市还有上升的机遇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餐饮股 都是比较明显受收益的 OK,那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,拜拜